原标题 他们本是致病救人的天使 却成了纳粹 T4行动的帮凶义提起纳粹 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算是一大罪行 但你知道吗 在希特勒正式开展犹太屠杀之前 还秘密进行了臭名昭著的T4行动 二战期间 希特勒下令要消灭 没有生存价值的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 很多医生和护士追捧纳粹主义 而执行了这惨无人道的计划 其中杀害了很多的残疾儿童 这项计划就被称为T4行动 在他们看来 这些精神病人和重残病人长期难以治愈 只会占据着大量的病房 这就使得光荣负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救治 于是这些人都是没有权力活着的 都应该被消灭掉 医院是最好的掩护大量屠杀同胞的行为 那翠可不敢正大光明的进行 这样一来医院就成了最好的掩护 于是这场罪恶屠杀的执行者不是德国士兵 而是治病救人的白云天使 他们成了希特类罪大的帮凶 将近六年的屠杀中 有30万人的人在纳粹德国占领地区的医院里 被护士和医生用毒气、注射、禁食、灭袋的方式杀死 在这些受害者中超过5000名儿童被残忍的虐杀 罪行不断扩大 随着德国占领区的不断扩大 T4行动的覆盖范围也越来越大 从当初最早要求的三岁以下 残疾儿童必须接受治疗 也扩大到了17岁以下 据统计仅1939至1941年的两年时间里 至少有10万名重残病人 包括近万名儿童被杀害 而加上后来被占领的波兰、切克、苏联等地 至少有50万人死于T4行动 S医院M-Spigol-Gram医院 是希特勒T4行动中的关键一环 奥地利心理医生Hydrit Gross是S医院的儿童病房的主任 经洗手遭到迫害的孩子不计其数 当时关于自闭症的相关研究尚未成形 于是这些孩子就被迫成为了他们的实验对象 他们反复用X光扫描这些孩子的大脑 甚至在孩子去世后 取出他们的大脑存放以做研究 Hydrit Gross是收集大脑数量最多的医生 讽刺的是 Bross在德国战败后 侥幸逃脱了死刑 被无罪释放 甚至在1975年还拿到了奥地利红十字科学与艺术训章 披着天使万一的恶魔 终于败露T4行动 虽然有医院的掩护 但终究指令包不住货 当许多病人家庭同时收到死亡通知书 这些机构开始引起的家属的怀疑 后来在德国宗教势力的抗议下 齐特勒被曝于1941年8月停止T4行动 这之后T4行动依然在秘密进行 直到1945年 美军进入医院才被终止 之后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4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 全文案来源 互动 百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